Hello 大家好 我是樂兒 如果大家最近有看過我前面的幾條vlog 就應該知道我是歐洲回來了 買得最正確的兩個袋子 先說這個OFR in Paris的牌子 其實這個牌子是全球有兩間分店 一間就是巴黎 另一間就是首爾 這些預網袋 你只是夏天去沙灘的時候才會用 不需要買到太貴 我覺得OFR剛好也有出 我覺得他們的配色 整個感覺都蠻好看 所以去到試了就買了 它的型都會變 然後對了就不好看 所以這些預網袋其實純粹適合拍照 Mercy Quality是不錯的 它有一定的厚度 所以它是真的可以放東西的 容量非常大 我覺得它很適合用來做手持的袋子 DM 還有在Sephora我也買了一些東西 說了Sephora這一代才是法國買的 Rare Beauty 鮮絲液 香港也有得買的 但我最想買的這個顏色 長期都脫貨了 好看啊 在法國的Sephora 就是賣28歐 然後就被我發現到這個品牌 這個品牌在整個Sephora 擺滿了他們的皮膚品牌 應該就是最近在TikTok上面非常紅的一個護膚品牌 一試真是驚為天人 非常滑 所以我就馬上買了這支粉紅色的 Mosturizing Gel Cream 你們也會看到是比較Gel 一點的 水很快推開 皮膚超級嫩滑 敷完一個面膜 這樣 這個品牌 我不知道它來的會不會 進來香港的Sephora 但如果大家在Sephora看到 我覺得絕對可以買的 護膚界紅了很多年的 這個皮膚霜 原來它有這些mini size 我就覺得它可以試一下 所以這個我也買了回來 之後我用完在Empty's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買了一個Tinkle Teaser 這個也是很久以前已經很紅的一個梳 在用的就是 都是在Sephora買到的 就是這支 這支梳實在太大了 我想買一把小一點 給他旅行的 他就打開是這樣的 這個雖然不是在Sephora買的 但這個是我在法國的藥妝店買的 就是他們的這支B5 Cream 因為這支我聽過太多好評 我打算買來開門口 DM 因為一開始我在德國的時候 買得很瘋 然後在德國我發現有幾樣東西 挺好用的 例如意大利也有DM 但比德國貴一點 但我都照殺了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買了什麼 最好用 我也是Story跟大家分享過的 就是Garnier的Mask 在法國的時候已經拆開了用了 我覺得超級好用 我當時是用盧匯在這裡 寫著Hydro Bomb 剛才是滑和水衣 這個真的做到鎮靜舒緩的效果 我就很想買它 但我在法國找也找不到 之後我在意大利給我找到有DM 那我就在意大利買了一堆 但是呢 意大利的價錢是德國的一倍 麻煩大家去DM看 這個一塊 我來回港幣大概10元左右 但我在意大利買 就已經是十多元一塊了 鎮靜舒緩的Alo 我買了一個維他命C 因為我曬黑得很膠 它是有即時頭兩的感覺 那補濕程度 我覺得到我可以不輸 剛才那一塊的 暗瘡 或者什麼粒不粒的時候用 我最近回到香港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不太適應過天氣 也有一點點 有一點粉刺 那就是 拍完這條影片 我就會開這兩個來用 所以我也買了很多Garnier他們的東西 首先買了這支卸妝水 洗頭水和護髮水 因為我帶過去的那些已經用完了 超市到現在已經可以買了 就是這些小小枝的 有shampoo 有護髮素 那個護髮素的效果 我覺得很普通而已 洗頭水是不錯的 因為洗頭水不會有太大的分別 但是它的價錢是十幾元港幣一支 我覺得如果大家不想抬洗澡液 洗頭水過去想去香港再買 這個是絕對可以選擇的 因為它是超級市場 或者是藥妝店 很多地方都會找到 當然要買DM他們的自家品牌 出名平靚正 我都買了幾款來試的 是這個膠囊的保濕精華 這個好像去旅行帶出去很方便 小小的 Q10的眼膜 因為我覺得眼膜 老實說 我敷過這麼多 很多都普普通通 大家的感覺都差不多 既然差不多 不如買一個便宜的 美白精華 實在曬得太厲害了 這支美白精華 它的質地偏乳液 那種質地多些 感覺上如果是油性皮膚 有機會會覺得少少黏 但是我覺得OK HELO會GEL 因為曬得太厲害 也是隨便看到便宜 就買一支 這樣的 滾輪的眼霜 如果早上起床 拿這些露露 可以好好去水準 那就買來玩一下 看到它這麼便宜 WASHING MASTERS 即是要洗的那些 如果你想拿去做一個急救 它就不夠厲害 但如果平日日常用的話 其實不錯 然後你撕開一盒 大概可以敷到兩個人 有兩個這些沖劑的片片 因為我偏吃個人 從小到大 但我都吃很多維他命 所以一個是維他命C 一個是維他命B12 還有買到兩個化妝品 來到德國 好像沒理由不買essence的化妝品 所以我都買了兩個 第一樣就是這個香蕉餅 以前有一派很紅 眼底定妝 唇筆 開來用 老實說我覺得 蠻好用 因為它很顯色 誇張 非常顯色和實色 這件品 這個是護眼的 我們這些剪接人師 對自己的眼睛比較好 所以就買了 有沒有效 不知道 但吃完安心一點 我在Brushka買的 兩件衣服 兒子裙 當初我買完之後 馬上去歐遊的時候穿 誰知 這個腰圍實在是太鬆了 完全是保持不到它 我只可以唯有穿 超級的衣服 去蓋過這個位置 一些很大自然風情 夏天 其實這條裙子很搭配 在Brushka 我最近買到一件外套 沒錯 因為那裏冬天衣服也有 我就走走走看 誰知被我看到這一件 我覺得太漂亮了 它是皮外套 但是它的設計 是有點像飛機外套的那一種 再加上 這些外套本身給人的感覺 是酷一點 通常都會看到黑色 深啡色 但是呢 一個天藍色 Baby Blue 再加淡淡的奶油黃色 我看到馬上覺得 深深眼 這種配色來香港 真的很難買到 所以我就馬上買了 它是46歐的 不便宜的 但是我覺得 真的難一點 在香港找到 所以我也照買了 最後一件 就是在Primark買的 大家去歐洲 就會去Primark走 又便宜的 這件小背心 我們最近出了一個 Yale系列的衣服 在Primark 有很多外套 全部都有的 但我就看中了這件背心 不是因為它是假兩件的設計 是假兩件 但是呢 你這樣上去自己裏面 配上白色的背心 這樣有Layer 都是100港元左右 我覺得非常漂亮 這個蟲露 我很少在戰利品裏面 分享零食 因為我覺得零食很個人取香 但我也不懂得跟大家分享 除了好吃之外 我想不到其他形容詞 但是這個黑蟲露 我覺得可以推薦 我在意大利的Vlog裏面 好像跟大家說過 這個是意大利的一個蟲露的牌子 這個醬是可以直接染的 我就買了幾罐 已經送出去做手信 然後我在法國的超級市場 都有買到黑蟲露的醬 我覺得那款挺好吃 對 而且不太貴 大家去的話 也可以留意一下 可以買這些做小手信 以上就是這次歐洲購片的全部內容 希望大家看得開心 歡迎在下面留言 跟我聊一下 歐洲買過什麼覺得很棒的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